咱们今天来说说八九年哈尔滨系列连环杀人碎尸案 这起案子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杨永志成玉连案 要说起这一系列案件 咱们从八九年十一月份的一天上午说起 当时在哈尔滨市太平区圆华街合成阁厂 有那么一个已经年久失修的破院墙 那院墙呢早就有了裂口了 那个裂口啊随着日深月久的也轰然倒塌了 就有那么一个祸口 好多小孩那时候也没电视也没手机的 就喜欢跑跑跳跳的玩呗 就经常在这跳进跳出的 偶尔呢也有家大人 偶尔呢也有大人说内急啊想着方便方便 也会跳进去找个没人的角落 这一天上午呢就在那个祸口那出现了一个麻袋 一个包裹用塑料绳在那捆绑住的 来来回回那么多路过的人总归会有好奇的 就想打开看看是什么玩意儿啊 这一打开非同小可呀 是一具男人的尸体 更恐怖的是这具尸体并不完整 没有头没有四肢 就等于光是中间的那个躯干 把这俩路人呢吓得是魂飞魄散 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太平分局报案 但是当时公安局立案之后 前前后后侦查了很长时间 始终没有取得关键性的线索 这案子也就搁置下来了 一转眼一年多的时间就过去了 到了1991年1月份 市环卫局垃圾处理厂门口 有好多捡破烂的人正在这呢 干嘛呀 他们天天来 每当来一辆泄垃圾的汽车停下的时候 这帮捡破烂的呢 就会上去争先恐后的 又刨又捡 就希望能找着值钱的物件 这时候啊 有一名妇女 拿那齿钩啊 就搂住了一团破布 一使劲 啊嘿 一个圆滚滚的东西 就滚到了她的脚下 仔细这么一看 我的个妈呀 分明是一具头颅啊 一个女人的头 给这名女同志吓得哗啦一声惨叫 一下子一溜烟跑出去好远 其他的人一听见这边这动静也过来看看什么呀什么呀 都是看一眼就吓跑一个看一眼就吓跑一个 其他人也顾不上捡破烂了 都围上来大眼瞪小眼的看着 胆小的就跑了 胆大的就去报案了 当时道理分局也对此案进行了立案 也是侦破工作进行了很久也没有线索 等于从八九年到现在已经两起分尸案 现在查不出眉目来了 又过了三个来月 九一年四月九号 这天上午十点左右 哈尔滨电工学院总务处 水暖组的老校工范亚洲 带领着两名水暖工 一个叫党贵和 一个叫刘伟 他们呢 拿着工具去疏通学院一栋宿舍楼门前边的马葫芦 那什么叫马葫芦呢 这是东北地区的方言啊 马葫芦说的就是下水道那井盖 为什么要叫马葫芦呢 其实说起这个词来咱们岔开一嘴啊 来说说东北话 东北话里面很多近现代的词汇 其实是来自于日语的 众所周知 曾经日本人给我们中国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尤其是在东北为非作歹 最早下水道这词啊 是来源于英文 英文里边啊 跟检查地下管道用的这检查井呢 叫man home 后来日语呢 就音译过去了 在东北话里边这马葫芦 又是音译日语过来的这么一个词 所以这才跟这下水道叫马葫芦 行了 言归正传 咱们来说说 这几个师傅去检修这下水道的事 一直啊 统估到了十点半左右 这下水道的水位呢 逐渐下降 这时候突然露出来一东西 这三个师傅一看 哎呦 这什么呀 怎么这么像一条人的大腿呀 三个人呢 马上就做出来分工了 两个人留在现场保护现场 一个人去向公安机关报案 接到报案之后 警方赶到现场 经过检验被害人是23岁至30岁的女性 尸体啊 在大腿根部被切割开 死者染着金黄色的手指甲和黑色的脚指甲 现在大伙流行做美甲 但是在91年的时候 有这样颜色的指甲 那绝对算是很前卫很时髦了 这个事儿 警方同样是进行立案侦查 也同样是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 又过了一个多月 1991年5月28号下午三点左右 市政排水管理所的工人 刘斌 周美英 尹延斌三个人 在清理农林二道街的马葫芦的时候 就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 差点把他们给熏倒了 仔细这么一看 嘿 两具被肢解的女尸 出现在这下水道里边 刘斌呢 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警方来了之后 法医经过检验 尸体也都是在大腿根部被切割开 其中一号尸体 上身穿着绿色绒衣 里边呢 穿着深蓝色情侣脚灯裤 穿着男式的白尼戎袜子 头发是又长又直 圆发脸 汗毛比较重 乳房比较大 血型是AB血型 两名被害人的死亡时间 都是一个月左右 死亡原因都是因外力作用 窒息而死 也就是被掐死或者被勒死的 接下来的事情不用我说 您也知道了 还是立案侦查 然后搁置到那破获不了 到了1991年10月29号 这天上午10点50分 哈尔滨七轮机场房产处 雇佣的八名农工 清理331洞宿舍侧面的马葫芦 一个叫刘金的师傅 下到下水道里面之后就说 哎呦 脚底下这东西怎么软软乎乎的 跟个人似的 上边的人呢 就给他顺下来一铁钩子 随后就使劲往上勾 这一勾可不得了 连续勾上来了两具女尸 都是齿身裸体 尸体已经高度腐败 软组织大多呈泥状 黑灰乌色 就已经烂成一滩泥了 经过法医检验 已经判定不了死因了 推断年龄 一号尸体应该是25岁至30岁 二号尸体应该是35岁至40岁 死亡时间在4到5个月左右 从前到后 咱这已经说了 无起杀人碎尸案了 这一系列碎尸案件 引起了哈尔滨市民的恐慌 公安机关呢 压力也非常的大 侦察员们围绕这一系列 杀人碎尸案 展开了大量的工作 先后排查出了上百名嫌疑人 走访调查了几千名群众 但案件还是没有进展 这些受害人 姓甚名谁 为什么被害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从1989年11月 一直到1991年10月份 前前后后两年的时间 哈尔滨市发生了多起杀人碎尸案 老百姓是人心惶惶 公安机关呢 也是压力山大 但是甭管怎么调查 始终没有个眉目 那么这些案子 都是谁犯下来的呢 凶手是谁呢 咱们上期节目一开头就说了 杨永志 呈永莲 这俩人呢 是两口子 这是一对夫妻 但这对夫妻很特殊 特殊在哪呢 一来丧心病狂 二来他们的职业比较特殊 杨永志是下岗职工 但是这程永莲呢 是从事那种特殊行业的啊 就是那种风尘女子 那为什么这夫妻俩要连续的杀人碎尸 是为钱 为情 还是为仇呢 咱们从头来说说这俩人 这杨永志就是哈尔滨本地人 1957年出生 78年的时候 杨永志21岁了 从小就不是个好玩意儿 小偷小摸的 21岁的时候因为盗窃 被抓住了 被劳动教养了半年 可是在里边啊 不仅没有改造好 出来之后不仅没有重新做人 反而变本加厉 1980年 又因为犯抢劫罪 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到了监狱里边 就换了一个人了 又表现要多好 有多好 83年的时候 杨永志呢 就提前刑满释放了 83年出来的时候 别看已经被抓过两回了 但年纪不大 只有26岁 出来之后 按理说 有过案底的 想找工作是很困难的 但杨永志呢 却去到了哈尔滨通用设备锅炉厂 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当时能够在国企里面当一名工人 得有多少人羡慕啊 这等于是端上铁饭碗了呀 杨永志刚上班那一段时间呢 倒也是踏实了一阵 他呢 除了家里单位两点一线之外 还经常到一个富食店呢 去买东西 一来二去的 就认识了这个富食品商店的一名营业员 叫程玉莲 咱们再来说说这程玉莲 也是哈尔滨本地人 1963年出生的 比杨永志小了六岁 程玉莲从小啊 生活挺不幸福的 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离婚了 他是被他母亲带大的 他的母亲呢 是石油公司的工人 所以从小啊 就住在石油公司的家属院里边 他的母亲整天上班也很忙 也没怎么管他 这程玉莲从上学到后来步入社会 前前后后交往过不少男朋友 这些男朋友没什么好人 都是那种特别叛逆的 之所以会这样 跟母亲疏于管教 以及从小缺乏父爱啊 这是直接相关的 1983年不上学了 他的母亲呢 就通过关系让程玉莲来到了南港区文明路上的 这家副食品商店当了一名正式的营业员 在当时来说 这副食品商店那也算是国有的呀 这也是铁饭碗的工作呀 俩人认识之后 互相看着挺对眼 一来二去的就成了男女朋友 1986年俩人呢就结婚了 结成了夫妻 结婚以后啊 这程玉莲呢就怀孕了 生了一个女儿 又得照顾孩子 所以呢 也就辞去了副食店的那份工作 照理说辞去工作 就踏踏实实在家里边带孩子相夫教子呗 但程玉莲可不是这么踏实本分的人 别看程玉莲 比这杨永志岁数小了六岁 但情感经历可比杨永志丰富多了 在杨永志之前 程玉莲交往过至少七个男朋友 并且跟这些男人也都发生过两性关系 这在八十年代来说 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了 程玉莲辞了工作之后 经常出去跟各式各样的男人鬼混 并且啊 每天很晚才会回来 再到后来更明目张胆了 把自己的那些情夫们挨个的带到家里边 还给杨永志介绍呢 这是王大哥 这是李大哥 这是钱老弟 这杨永志一看好家伙啊 我这干哥们越来越多呀 你这是干嘛呀 你这是算搞收藏 开盲盒 这算是收集百家姓 怎么这么多大老爷们啊 杨永志就感觉自己这头上啊 那哪是绿帽子呀 那就是青青大草原呐 那草啊 是越长越茂盛啊 杨永志他没个不吃醋啊 就经常对着这陈玉莲破口大骂 再到后来甚至是拳脚相加 命令陈玉莲不许再跟其他男人来往了 陈玉莲呢 也是个有个性的女人 你不是打我吗 你不是骂我吗 你越不让我干什么 我就偏要干什么 反而啊 越来越逆反 从八九年之后 他就整天的泡在舞厅里边 甚至是夜不归宿了 杨永志看陈玉莲这个样子 是死不悔改 自己也着实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一天到晚的就借酒消愁 之前呢 杨永志工作的那个设备锅炉厂 效益还算是不错 收入呢 也还算是比较可观 陈玉莲反正也不用挣钱 天天外边花天酒地 但就从八九年开始 设备锅炉厂的效益啊 特别差 发工资都已经成为问题了 好多工人呢 人都跳槽了 跳不了槽的 人家也想办法干副业了 眼瞅着这一家三口可就断了收入来源了 杨永志也着急 这以后没钱花了 这可怎么办呢 愁来愁去 这一天呢 突然来了灵感了 总这么活着不是个办法啊 你成玉莲 你这家伙天天出去 花天酒地啊 天天出去 跟各种各样的男人睡 你别光用你的身子换来你的快乐了 你用你的身子给咱换点钱来花吧 于是啊 这一天把成玉莲叫到跟前 成玉莲打扮的花枝招展的 成玉莲 反正你也是破鞋了 你外边那点乱七八糟的事 我也不管了 但就有一条 你必须给我拿回钱来 成玉莲听见 甭提多开心了 太好了 他总算不管我了 我总算是彻底得解放了 从此之后 这成玉莲 哪有舞厅往哪跑啊 哪能见着男人往哪钻呢 确实因为杨永志不挣钱 成玉莲这一段日子 过得心里边啊 也很焦虑 这一下子 他也转过弯来了 对呀 我原来 怎么也是跟大哥哥小弟弟的 在那图个乐子 这回就别光图乐子了 我这身子骨 那不也能换来钱吗 这家伙自从干上这特殊行业 挣的钱呢 是源源不断的 流入了这个小家 流入了杨永志的腰包 这杨永志 见这钱来的这么容易 胃口也越来越大 这一天呢 他又跟成玉莲说了 成玉莲 这么赚钱还是太少了 得想办法挣大钱 成玉莲一听 你一点都不心疼我呀 我现在 我除了吃饭喝水 上厕所的时间 我剩下的 我恨不得 我都在体力劳动啊 我还怎么办呢 你让我一天接多少客人呢 我还怎么挣大钱呢 杨永志说了 你这一天你再多接一个俩的也就那样 咱们得想想 现如今呢 出来干这种事的男人 那都是背着家背着单位的 这是他们的弱点 咱们呢 就抓住他们的这个弱点 咱准能发大财 那怎么抓住这弱点 接下来 他们又要干些什么不法勾当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成玉莲出现卖身 已经赚的不少了 杨永志还不满足呢 不行啊 你这赚的还是太少 咱们还得继续发大财 成玉莲也生气啊 你太不把老娘的身体当回事了啊 我这天天多累的 那再再再多接点客人 那能多挣哪去 杨永志说了 你这多接客人是没用了 咱们呢 得想别的办法 凡是干这种事的男的 都背着家背着单位 这是他们的弱点 咱们抓住这个弱点 进行敲诈 说白了 就是先人跳 1989年10月份的一天 成玉莲呢 又来到了哈尔滨的一家舞厅 三下舞厨二的就勾引住了一个老头 随后 这成玉莲就把这老头带回了家 俩人事先呢 都商量好了 在自家阳台上装了一个灯 这是暗号 成玉莲把男人领回家之后 马上要进入正庭的时候 就把那灯打开 然后这杨永志呢 看见灯亮了 就进去捉肩 这天呢 这成玉莲跟这老头上楼之后 杨永志就蹲在楼底下 找了个乌七麻黑的角落 看着自家的阳台 把他把他一根烟一根烟子 连着抽 忽然呢 这阳台上的灯 啪的一下就亮了 杨永志一看行了 机会来了 三步并坐两步 腾腾腾腾腾跑上楼 一脚把自己家门就踹开了 直奔卧室就去了 把卧室门这么一打开 成玉莲跟那老头正在那床上哭着咔嚓呢 杨永志当时俩眼呢 瞪得血红血红的 其实也不光是瞪得血红血红的 也是在底下冻得血红血红的 十月份啊 哈尔滨可冷了 你谁啊 你跟我老婆在干什么呢 老头一看 赶紧就套上一件衣服 就准备跑啊 可杨永志就堵在门口呢 同时掏出一把匕首来 你个不要脸的老东西 你敢碰我老婆 老头一看 吓得都不行了 浑身哆嗦 赶紧求饶我 哎呦 我说大哥 你跟谁叫大哥呢 你比我岁数大那么多 不是 我说大兄弟 你跟谁叫大兄弟 不是 哎呦 大爷 我错了 我错了 别这样 有话好好说 杨永志装作很愤怒的样子 你说吧 想公了 还是想私了啊 老头一看 哎 这事啊 有转机 看来 这老爷们还挺好说话 兄弟 私了 私了 这这样 我身上 还有几百块钱呢 我全都给你 行不行啊 这时候杨永志 一瞪这程玉莲 程玉莲知道 行了 这到了我表演的时刻了 老公 老公 我确实错了 老公 一边说着 一边啊 碰了碰那个老头 你赶紧把钱掏出来 给我老公啊 要不 他跟咱俩没完 这老头多里多梭的 赶紧从裤兜里边掏出五百块钱 递给了杨永志 杨永志也知道 做戏得做全套 你不能刚拿过来五百块钱 哎呦 太好了啊 大哥 感谢 感谢 感谢照顾我们生意 您怎么着啊 您是继续啊 还是您现在先回去啊 我送您呢 那这样就不行了 一下就穿帮了 你还得装作很生气的样子 不依不饶的 这时候 程玉莲继续表演啊 一把上去 把杨永志抱住 老公 老公 我知道错了 然后转过头来 跟那老头说 你还傻愣着干什么呀 你还不快走啊 老头一看 哎呦哎呦 还得说人这小城 对我是真好啊 这个时候了 还顾及我大安危呢 赶紧的吧 我管你 威不威呢 我先走了吧 跌跌撞撞的 离开了屋子 老头走了之后 杨永志 脸上愤怒的表情 也没有了 程玉莲 吓得浑身 哆嗦的那个样子 也没有了 俩人眼对眼扑次一乐 输了一口气 老婆 咱这就成功了 程玉莲 也感觉有点难以置信 这 咱们这就成功了 嗯 成功了 老公 你太厉害了 你竟然想这么个法子 以后咱俩 不愁吃 不愁喝呀 是啊 五百块钱的呀 这在八九年的时候 这可是一笔巨款的 可怜的老头啊 挣事也没干 五百块钱 平白无故的就没了 眼瞅着这么容易就能挣钱 那这夫妻俩 可就停不了手了 第二天晚上 程玉莲又是这一出 到武厅 又勾搭了一个男子回来 夫妻俩还是这一套戏呗 又得着了一笔钱 俩人这就跟天天演话剧似的啊 固定的就那点台词 那点缓解 前边的这些事啊 是顺顺当当 可没想到 十一月份的一天 遇上难题了 这一天呢 这程玉莲 从哈尔滨到外区 黑天鹅歌舞厅 又勾引到一个男子 这回不是老头了 还得说人程玉莲挺有魅力 这回勾引上的呀 是一个男青年 这男青年的姓 申咱们就跟他叫小申啊 这小申呢 跟着程玉莲 来到他们家 登登登 上了楼了 杨永志 事先就埋伏在楼底下了呀 看得清清楚楚 俩人一上去之后 估计得聊几句 亲热几下 过了这么几分钟 阳台那灯啊 才亮了起来 杨永志一看 行了 这套活我可熟啊 蹭蹭的可就跑上楼去 冲进屋里了 把程玉莲跟这小申堵在卧室之后 杨永志还是那句台词 你谁啊 你跟我老婆在干什么呢呀 可是啊 这小申跟之前的那些男客户可不一样 之前那几个人呢 一看见杨永志这样子 早就吓得浑身哆嗦了 这小申年轻力壮的 不管不顾的 他呢 也不害怕 也不紧张 反而看着杨永志 你管我谁呢 你干啥呀 你谁呀 杨永志一听 不对呀 这人 没按台词说话呀 不按词讲啊 杨永志一指成玉莲 这是我老婆 你说我干啥的呀 结果这小申一听 扑呲一下乐了 我说呢 这娘们非让我来家里边 感情你俩是玩仙人跳是吧 甭来这套 你们这套 我见的多了 杨永志一看 嘿 这家伙 碰上有经验的老手了 岁数不大 经验不少啊 不行 不能放了你 我呀 还得吓唬吓唬你 你小子不嘴挺硬吗 蹭愣一下 把匕首就掏出来了 以为呀 这小伙子得跟之前那老头似的 一看见匕首 恨不得都得跟杨永志叫爷爷 可没想到 这小子 这小子看见匕首之后 一点不害怕 带刀了 动刀是吧 说着 指着自己的胸脯 来呀 有本事往这扎呀 杨永志一听 哎呀 坏事了 我扎还是不扎呀 我没想扎 我就想吓唬吓唬 但你这一下子也太不给哥面子了 我这脸上他吓不去了呀 那扎吧 可是你说这扎一刀下去 那不死也得受伤啊 那我们这活不就暴露了吗 你说不扎 他太嚣张了 太气人了 最后 牙一咬 心一横 我必须得给他一点教训 于是对着小伙子的大腿啊 啪呲 就来了这么一刀 挨了一刀之后 这小伙子会不会求饶呢 上期节目 咱们说到了 这杨永志堵住这小伙之后 这小伙子也不害怕 掏出刀子来了 这小伙子还是不屑一顾 并且指着自己胸脯子说了 有本事你朝这扎 杨永志一看 我非得给他点教训 太不拿人当人了 扑呲一刀 可就扎在小伙子大腿上了 这一刀啊 好巧不巧 整扎在了大动脉上 当时那水就跟开了水龙头似的 跟喷泉似的 扑呲就涌出来了 吓得程玉莲在旁边 哇啦一声尖叫 杨永志也傻了 腿上怎么这么多血呀 我 我就想给他点教训呢 我这一天扎这么准吗 我下手有点重了 是吧 程玉莲一看 你别愣着了 赶紧把他送医院吧 送医院 你别逗了你 送医院 咱俩不就完了吗 俩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眼瞪小眼 你看我一眼 我看你一眼 再看看 这腿上忽辞忽辞流血的小伙 就这么看着小伙 慢慢的因失血过多而死 杨永志确实不是好人 之前也偷过也抢过 但杀人还是偷一回呢呀 这程玉莲呢 他也不是好人 之前睡了这个睡那个 可是这还是头一回 没睡就弄死个男的那样 杨永志啊 坐在地上 从烟盒里边 掏出一根烟来 啪嗒一下点着了 啪嗒啪嗒 两口就抽完了 抽完这根烟 还是没想好该怎么办 接着又续上一根 就这么一根又一根的 把烟盒里那点烟呢 全都给抽完了 这才下定决心 要处理尸体 那一晚上 两口子可没干别的 一个拿刀 一个拿袋 反正啊 俩人通力合作之下 把小伙就醉了尸了 扔在编织袋里 分了好几袋 趁着天不亮 夫妻俩 分别骑着自行车 拖着编织袋去抛尸 把尸块分别抛到了太平区先锋路 马甲沟飞机厂 以及一些公共厕所和垃圾桶里面 这就咱们第一集节目一开始说的那一幕 在那皮革厂的后院墙的窝口那儿 不有人发现了一麻袋尸块吗 那尸块就是小身的 第一回杀完人碎完尸 夫妻俩害怕呀 往后几天呐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不敢出去了 程玉莲也没有了 去勾搭别的男人的想法了 可是这么胆战心惊的 过了一段日子 俩人一合计 怎么 咱俩还没被抓呢 是啊 不光没被抓 都没警察找咱们呢 都没听说这事 证明啊 咱们这作案手法干净利落脆 公安也破不了案 行了 以后咱就这么来吧 之前呢 他们是想着先人跳挣钱 这回算是下定决心了 先人跳了 是钱留下来了 人万一跑了报警了 把我们抓着呢 不如把人杀了 杀人灭口 干净利落 不过呀 俩人又商量 这回是把小申给杀了 杀的也挺顺的 但这小申呢 毕竟光是嘴硬 他没有跟杨勇志发生打斗 万一再弄一个男的过来 要是比杨勇志厉害呢 要是失了手呢 要是杀人不成反被杀呢 不行 再勾引男的风险太大了 那找谁呢 找女的 一听找女的成语连击了 别这样 我勾引个把男的 那是手到擒来 我这勾引女的 那不让人打死我呀 我勾引不来 行了 别废话 你勾引不了女的 那我不是能勾引吗 是吧 并且啊 咱们不找一般的女的 就专门找你那些同行 找我什么同行 卖卖的呀 1990年4月15号下午 夫妻俩呀 就来到舞厅跳舞了 来的呀 是哈尔滨青年宫舞厅 这舞厅里边 有个赫赫有名的女人 穿金带银 打扮时髦 这人呢 叫张玉玲 虽然说张玉玲岁数不小了 算得上是中年妇女了 但是啊 人打扮的好 保养的好 看上去比实际年龄 年轻的多 再加上这个人呢 骚手弄姿的 用现在的话来说 特别的性感 特别的引人注意 在这舞厅里边 寻花问柳的这些男人呢 都跟张玉玲 叫小玉 杨永志 一看这小玉 那个表情 那个姿态 那个装扮 身上手上那些金手势 这是个老手 这比我媳妇入行早啊 他呢 就主动上去 邀请小玉跳舞 小玉人家专门干着个的呀 一看行了 来生意了 我今天又能挣不少钱了 俩人眉来眼去 跳了几支舞 在跳舞的过程之中 俩人把价格可就谈好了 杨永志提出来 出去住酒店呢 我不放心 去我家里边 小玉呢也没拒绝 能挣钱 去哪不是去呀 随后啊 这小玉跟杨永志 打了一辆出租车 程玉莲呢 也打了一辆车 跟在后边 但是程玉莲 没上楼 啊 他现在的角色 就是之前杨永志 那个角色 现在变成了 他在楼底下看着了 到了下午四点多 俩人哭着咔嚓 也完了事了 小玉呢 对杨永志还挺满意啊 这杨永志 很有男子汉气概 刚才在床上轻轻我我的 他哪想到啊 杨永志早就动了杀心了呀 就在小玉拿着钱 开门准备离开的时候 杨永志突然拿出一根绳子 从后边可就勒住了小玉的脖子 小玉一传脸一看他腻 你什么你啊 行了就到这吧 哎呀 使了劲的勒呀 不大一会儿小玉就彻底断了气了 随后杨永志把成玉莲叫上来 因为光他一个人忙活不过来呀 成玉莲上来之后 这夫妻俩 你一下我一下 把小玉身上的耳环戒指 全都拔下来了 然后呢 把衣服也拔光了 又把尸体拖到了阳台上 俩人呢 也挺累的慌得了 毕竟这干的都是体力活啊 接下来夫妻俩该做饭的做饭 该看电视的看电视 热热乎乎的吃了一顿饱饭之后 那又该继续工作了呀 到了半夜 夫妻俩上下起手的 把这小玉啊 就碎尸成了二十多块 然后呢 用食品袋都装好了 分别抛到了清明小区 通达街 七正街等公共厕所 和居民垃圾箱里边 这一回忙完了 夫妻俩有一段时间 没有做案 那一段时间呢 确实钱也够花的了 再加上成玉莲 那人也得出去 找大哥哥小弟弟们 多放松放松啊 到了十二月份 年底的时候 手头紧张了 马上快过年了呀 那总得置办点新东西呀 又得挣点钱了 杨永志又是靠那一招 把一名特殊行业的女性 忽悠到了家里边 基本上那过程跟小玉差不多啊 都是完事以后 残忍杀害 杀害之后 再残忍碎尸 这名受害者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因为啊 这个女性呢 高跟鞋挺新 挺洋气 挺漂亮 那套保暖内衣呢 也不错 90年的时候 保暖内衣 那可是好东西呀 于是成玉莲呢 把这鞋跟保暖内衣 就留下来 自己穿了 那这夫妻俩就此罢手了吗 最终 这起系列杀人碎尸案 又是如何被破获的 从小申到小玉 再到另外一个风尘女子 咱们已经说了 杨永志成玉莲夫妻 连续犯下的三起杀人分尸案 其实咱们回过头来看看 这三起案件手段高明嘛 一点也不高明 也不是没有漏洞 但因为当时呢 刑侦手段很单一 警察这边啊 也就一直没有什么突破 虽然从1989年年底 警方在市区里面 就发现了多处被肢解的尸块 但因为不好确认死者的身份 最后警方呢 只好发了一个又一个悬赏公告 但是侦破进城 一直没有突破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 就是 与这杨永志成玉莲案同时期的哈尔滨 还有一系列的杀人分尸案 同样是针对这些风尘女子 那就是韩丽案 韩丽案 咱们稍后有机会啊 会给大伙好好的讲一讲 杀了三个人之后 这两口子呀 也没什么正事 成玉莲呢 还是干老板孩 到舞厅里边勾搭男人去卖银 如果遇到了那种老板派头的嫖客 就弄到家里边再做一票仙人跳 1991年五月份 成玉莲到北院饭店 舞厅里边跳舞去 遇上了一个舞伴 这个男的呢 个子高 得有将近一米九 挺瘦 戴着一副眼镜 看上去呢 斯斯文文的 最主要的是 这个男的 里里外外穿的那都是高档服装 尤其手上戴着一个特别大个的金戒指 在九十年代初 甚至到了两千年之后啊 好多人一出去 尤其是男性同志啊 都喜欢戴个那大金戈的 看上去呢 就那么招摇 但说实话是真不好看 这个男的叫赵长江 这人呢 差不多四十多岁 俩人跳着舞的时候啊 这赵长江呢 就跟程玉莲吹牛 我这两天呢 手气特别好 打麻将 还真赢了不少钱呢 程玉莲一看 行啊 这是我们下一步计划的 优质客户啊 就问他 你平时玩多大的呀 我可不告诉你 我说出来啊 怕吓着你 程玉莲一听 说出来怕吓着我 证明平时赌的确实够大的 这是个有钱的大老板呢 俩人呢 就你一言我一语的聊着 聊着聊着 可就聊到正题上了 就聊到床单子上 那点活上了 自从啊 杀了小身之后 咱不说了吗 杨永质怕打不过男人 程玉莲就再没往家领过男人 这回遇上这老赵了 程玉莲呢 心里边一琢磨不行 我得回去 跟杨永质商量商量 看他能不能对付的了赵长江 于是就告诉这老赵 今天我老公在家 不方便 明天再说吧 这老赵呢 当时倒也挺痛快答应下来了 回到家之后 程玉莲把这事跟杨永质一说 这是个大老板 看上去呢 还挺斯文跟个书呆子似的 并且长得呀 跟电线杆子似的那么瘦 杨永质一听 行啊 那我应该打得过他呀 那就这么着吧 九一年五月七号 九月好了 见面 这老赵打车 来到了程玉莲的家 程玉莲把老赵 就接上楼了 杨永质呢 就在楼底下等着 还是那套活呗 几分钟之后 杨永质冲上前去 把程玉莲跟老赵 堵在卧室里 掏出刀来 逼迫老赵掏钱 还别说 这老赵别看 看着斯斯文文 也是个硬骨头 跟那小身一样 不怕这一套 再加上啊 这老赵看着弱不禁风的 伸手还真不错 直接一脚上去 把杨永质手里的刀 就给踢飞了 俩人可就打成一团了 这老赵怎么这么厉害呀 大老板怎么身手了得呢 其实啊 哪是什么大老板呢 这老赵啊 是哈尔滨市南港环卫局汽车队的修理工 家里边呢 有媳妇 有孩子 长得挺老乘 其实岁数没那么大 还不到四十呢 尽管不是大老板 但说实话在那年头 在普通老百姓里边日子过的呀 也算是挺富裕的 老赵把这杨永质的刀踢开之后 杨永质还不服气呢 你 你还敢打我 你为什么要跟我老婆睡觉啊 这老赵呢 倒不动声色 怎么了 睡觉怎么了 我给他钱了 你老婆愿意 你说的是人话吗 我老婆愿意 我还没同意呢 你给我起来 杨永质啊 上去又要打赵长江 但这赵长江有膀子立起 杨永质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赵长江三拳两脚的 把杨永质就打倒在地上 杨永质只在那喘粗气 赵长江也明白怎么回事 一边穿裤子 一边骂骂咧咧的 就你们这一套 还想算计老子 你是个吗 骂着呢 倒在地上的杨永质啊 可就急了 他呢 一把抓起来地上被踢飞的那把刀 扑上去 对着老赵的肚子就是一刀 这老赵也不含糊 中了一刀之后 一脚又把这刀给踢飞了 随后呢 把杨永质就压在地下 掐住了他的脖子 杨永质 赶紧喊成玉莲呢 成玉莲你干什么呢 你快过来帮我 快憋死我了 成玉莲又捡起来这把刀 照着老赵的脖子就扎过去了 一刀可就扎在老赵的颈动脉上了 脖子大动脉被刺了 那还活得了啊 老赵一下就没有战斗力了 就开始在那抽搐 杨永质挣扎起来 看着这老赵气得要死啊 行啊你啊 差一点我就死你手里了 拿起刀来 又在老赵身上一刀一刀的扎 直到老赵完全不动了 这才罢手 把老赵杀了之后 这夫妻俩又按照以往的工作经验啊 开始分尸 刀子斧子 这可就都用上了 叮叮光光一顿切一顿剁呀 分完尸之后 又把尸块放到了塑料袋里 放到了麻袋里面 随后夫妻俩又分头出去 尽兴抛尸 这老赵活着的时候 是南港环卫局汽车队的修理工啊 这环卫局干的那就是清理垃圾的事啊 他哪想到啊 自己惨死之后 尸块啊 竟然被扔进了厕所的垃圾箱 从1989年到1991年 前前后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 已经残忍的杀害了四个人了 这两个人呢 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就感觉我们哪怕杀再多的人 也不会被警方发现 就在他们预谋杀害第五个人的时候 警方啊 已经把目光聚焦到了这对夫妻身上 那警方是怎么发现他们的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前前后后 杨永志和程玉莲夫妇 已经害死四条人命了 那警方就一直没发现吗 您各位想 分尸的时候拿刀砍 拿斧子剁 那会没有动静吗 有 还真有 92年1月初 就有人呢 反应了 说在清明小区七栋楼 呃 总感觉邻居家呀 呃 半夜的总是拿刀砍什么 拿斧子剁什么的 一开始呢 我们就想着是不是剁饺子馅啊 但是他也不能天天吃饺子吧 再者说了 也没有大半夜的在那剁饺子馅的呀 这才跟公安机关反映情况 公安机关呢 就对杨永志和他的妻子程玉莲 展开了外围侦查工作 但一开始 确实也没查出什么来 过了不久 又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杨永志跟程玉莲这两口子 感情也没多好啊 经常又打又骂的 这一回呢 两口子又打起架来了 别忘了杨永志 现在是杀人凶手了 杀过人了 那程玉莲更害怕他了 这回吵完架 躲到了一个同事家里边 白天同事哄哄他 陪着他吃吃喝喝 聊聊天 安慰安慰 到了晚上了 就劝他玉莲 你还是回去吧 你不回家 那你们这夫妻俩这关系 不越来越僵吗 夫妻之间哪有隔夜仇啊 床头吵架床尾和 回去好好说几句 明天一觉睡醒了 什么事也没有了 但是这程玉莲甭管 别人怎么劝 就是不回去 同事劝一回不行 劝两回不行 也纳闷就问他 玉莲 到底还有什么事啊 你怎么就不回去呢 我可不回去 他拿杀人都不当回事 我怕回去被他给杀了 同事一听 什么 杀人 不不不 没有没有 我就随口一说 就他那个人的 脾气太差了 我怕回去 他还打我 警方在调查杨永志和 程玉莲的时候 得找他们的社会关系 展开询问呢 这个同事呢 就把这事跟民警说了 于是民警就更怀疑 这夫妻俩 但现在还是没有 切实的证据 后来又有一件事 这也是警方顺藤摸瓜 查出来的 程玉莲呢 除了卖身之外 还卖过建材 推销过建材 当时呢 为了获得订单 就和想买建材的经理啊 乱搞男女关系 这杨永志知道之后呢 拿着刀子 威胁过这建材经理 敲诈了四千块钱 这其实跟他们之前的 那仙人跳 是如出一辙的 如此一来 杨永志和程玉莲身上的嫌疑 是越来越大 不过要说起最终落网啊 还是跟五十块钱有关 怎么说跟五十块钱有关呢 杨永志跟程玉莲杀了四个人 挣了不少钱 再加上程玉莲还会去干老本孩 所以啊 俩人花钱越来越大手大脚 九一年的时候 杨永志就下岗了 照理说 一个没正经工作 另一个已经下岗了 他们去哪儿挣钱去呀 但是邻居们看这两口子吧 都是穿金带银的 尤其杨永志 手上也带着大金戒指 抽的烟那都是好烟 也天天逛舞厅 可潇洒了 他们有一邻居姓马 这老马看见了那叫个羡慕啊 这一天呢 老马正好手头上紧 想跟杨永志借五十块钱 但杨永志一口拒绝他了 我没钱 钱都是我老婆给的 反正就是推托呗 不愿意借给老马 这老马呢 心里边就不高兴了 就有点记恨杨永志了 看你们两口子花钱大手大脚那劲 是没钱那样吗 就是不愿意借给我呗 但想着报复吧 又没机会 直到有一天 这老马六弯 看见悬赏通告 那就是因为警方 针对这哈尔滨出现的 多起不明尸块 张贴的悬赏通告 希望有线索的市民提供线索 老马突然就想起来 有天早上 他见着杨永志骑自行车出门 后边拖个编织袋 拐弯的时候啊 编织袋掉地上了 老马到热心茬 跑过去帮忙 当时抬这编织袋的时候 就感觉里边这东西 软软乎乎的 老马思来想去 再一看这悬赏通告 哎 会不会 这杨永志驮的就是这十块啊 甭管是不是吧 我得去举报去 谁让他连五十块钱也不借给我呀 哪怕他不是杀人犯 我恶心恶心他总行吧 于是老马打了一个匿名举报电话 警方接到电话甭管真假 那也得核实啊 至此把老马的举报 还有之前咱们说的那几起事 综合到一起进行分析研判之后 这两个人身上嫌疑越来越大 于是向上级领导申请 控制杨永志和程玉莲 1992年1月4号晚上 四辆警车开到了哈尔滨市南港清明小区 7号楼前 车上跳下来20多名公安人员 把这栋居民楼可就包围起来了 抓俩人怎么用这么多人呢 对呀 当时警方也不知道这俩人什么底细啊 前前后后的 又杀人又分尸这么多起案子 万一是穷凶极恶的呢 必须要一击制胜啊 几名民警啊 悄悄的摸到了7号楼四单元 三楼302门前开始敲房门 杨永志跟程玉莲在家呢 也不知道是谁呀 一听有人敲门 谁呀 民警呢 找了个借口把门就骗开了 门打开的一瞬间呼拉超冲进去 把杨永志和程玉莲可就控制住了 随后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刘野 刑警大队副队长张景茹 专案队长吴锡成 立刻做出决定 由侯培生 郑文青 方骏 杨卫东等民警 组成审讯小组 对杨永志 程玉莲 连夜进行审讯 在证据面前 俩人不得不低头认罪了 就交代了他们夫妻二人 从1989年11月以来 利用色情手段 敲诈钱财 杀人害命的犯罪事实 被抓之前呢 这对夫妻从来都没有想过 自己竟然毫无征兆的 突然之间就暴露了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最终杨永志和程玉莲 被依法判处死刑 1993年1月9号 两人被押赴刑场 执行枪决 今天呢 咱们来说一个 1979年成都的16路公交车爆炸案 好多朋友可能有印象 成都的16路公交车 在1990年又爆炸过一回 咱们今天说的呢 是1979年16路公交车的第一次爆炸 那一年的5月7号下午6点15分 在成都机场附近的人民中路主干道上 16路公交车正在路过繁华的十字路口 从南向北行驶 突然这车厢里边就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向外边飞出了大量的残渣碎片 有一块7公斤重的车顶通风口的铁盖 被炸飞到了临街的五层楼上 同时呢 三具尸体和一条大腿也都飞出了车外 这附近走路的人都吓坏了 赶紧向派出所和交通港报案 经过紧急救援 大火被迅速地扑灭 通过调查发现 这次爆炸一共造成10人死亡 26人受伤 案件发生之后 400多名成都的干警 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现场侦查 法医全面检查了10名死者的尸体 从他们受伤的部位和形成的烧灼伤 碰撞伤 炸击伤 撕裂伤和肢体断离的位置 判断出了死者在爆炸时候所处的位置和冲击波的方向 经过上述的工作 案件的基本面貌得以还原 16路的1031号公交车 在5月7号下午5点25分 从火车南站载客开出 沿途经过7个站 在成都机场上下乘客之后 行驶七八十米到白家堂街西口 发生了爆炸 经过鉴定 汽车上可能引起爆炸的油箱等部位 完好无损 爆炸原因是有人带上车的炸药造成的 对沿途上下的110名乘客逐一调查 爆炸前已经下车的71人 未发现与爆炸有关的任何可疑现象 而爆炸时 车上有39人 经过多方查找 搞清楚了38人的身份 包括9名死者的姓名 住址和职业 没有发现有人携带和接触炸药 39人查清了38人 唯一没有被查出姓名的人 在案件当中标号为6号死者 情况不明 5月13号 在案情分析会上 专案组经过综合多方材料 认定6号死者就是重大作案嫌疑人 依据如下 第一 现场拍摄的照片和电视录像表明 车内6号死者所在的座位四周 有爆炸时冲击波和夹杂的铁螺丝钉 平行射入的痕迹 在6号死者的座位右边 上端的车顶被掀开了一个大洞 下面被彻底炸穿 上下形成了垂直线 它四周几乎同样的高度 有四个损坏部位成对称状 把这四个点连成了两条对角线 交叉点正好在上下的垂直线上 这就证明 这个交叉点就是爆炸的中心点 炸药就是从这儿向四周炸开的 第二 这个点的位置在车内 距离汽车地板90到100厘米 没有悬挂和放置物品的地方 炸药必定是放在处于这个位置的 6号死者身上 第三 从绘制的爆炸时车上39人 站和坐的位置来看 6号死者就站在爆炸中心位置 其腰腹部处于爆炸中心点 9名死者和两名重伤人员分散在他的四周 形成了一个圆圈 从死者的伤痕上看 6号死者的腹部 腰部 胸部和面部 全部被炸光 只剩背部连着后头皮和两条大腿 他四周的死伤者 在左侧的伤在右 在右侧的伤在左 且均伤在上部 从高度看 明显的以交叉点为中心 形成一个圆 只有爆炸物 带在6号死者的身上 并从其腹部炸开 才会呈现这种现场 引爆炸药呢 必须要使用雷管 在一般的情况下 雷管不会自爆 但在现场发现一些 拇指大的铁螺钉 炸开花的子弹壳和弹头 其中14颗铁螺钉 射入了伤者的身体 证明 这些东西是和炸药放在一起的 在成都军区的协助之下 爆破专家把螺丝钉 子弹和雷管等物品 绑在一起 进行了上百次的试验 证明了 雷管不可能由于摩擦 或者撞击引起爆炸 那会不会是有人把炸药 绑在六号死者身上 通过遥控装置引爆的呢 专案组在现场获得的残渣碎片 里面没有发现齿轮 发条 弹簧 电路板 晶体管这类 制造爆炸和遥控装置的零件 排除了他人 把爆炸事故的罪责 嫁祸给六号死者的可能性 同时还发现 六号死者尸体残骸里边 有两块金属片 外层是心皮 内部的附着物呢 还猛 很像是电池的芯片 警方还在车上 找到一个二号电池的塑料盖 一些铜线和塑料电线 而且十名死者当中 九人的尸体基本完整 只有六号死者炸得非常惨 特别是双手炸得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了 这种现象说明 在爆炸的时候 他的双手接触了爆炸物 摆在侦察人员面前的 是一具面目全毁的蚕食 咱们说了 后头皮连着后背 后背连着两条腿 正面都没东西了 除了他脚上穿的袜子 三眼的皮鞋和绣花的鞋垫之外 外衣外裤全都被炸飞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专案组对现场找到的140多件物证 进行了全面的清查 但是都没有发现 跟六号死者有关的物证和线索 专案人员呢 接着对车内外现场搜集的 200多斤渣子进行了筛查 经过和车上人员丢失的物件 逐一核对之后 找二三十片属于六号死者的 一苦碎片 洗掉血污 还原其本色 拼凑成五件残疑 据此判断呢 六号尸体身高 在一米六五以上 男性 从残留的后头皮来看 他生前呢 留着长发 可是在分析年龄的时候 法医犯难了 因为六号死者 仅仅留下了一颗尽头牙 经过专家的鉴定 他的年龄在三十岁左右 按照上述的特征 在全市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 一查失踪人口 二查下落不明者 三查铝店 可是一无所获 而另外一路侦察员 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他们以三眼皮鞋 和绣花的鞋垫为重点 进行大规模的走访 有人反映啊 这种鞋垫 可能是来自于云南的农村 在查找三眼皮鞋的产销地的时候 发现这双皮鞋 使用的礼皮 是云南或者贵州的皮货 就凭这个 去云南或者贵州 查找这个人的身份 那肯定是大害老真 这时候 一名年轻的侦察员 想出来一招 他们一组人马 立刻赶往成都火车站 通过蹲守观察 终于在5月19号 发现了一名旅客这脚上 穿的三眼皮鞋 和死者穿的非常相似 这名旅客说 自己叫中原山 家住云南省大理 白祖自治州下官市 这皮鞋就是在当地买的 那就好了 专案组当即决定 并发大理 来到大理之后 在大理公安局的支持之下 调查出这双皮鞋 是大理州皮革厂的产品 侦察员又提供了 六号死者所穿的衬衣 棉毛衫 丝袜等等物证 通过分析 发现这些衣物 都曾经在当地销售过 这让侦察员们很兴奋 他们立刻在大理县城附近 展开走访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们意外地发现 六号死者的绣花鞋垫的图案 竟然出现在一群白族姑娘的头巾上 他们立刻返回县公安局 找到白族的女打字员李燕美 李燕美通过观察鞋垫分析 前掌做的是八角花 中间是小绣球 后跟是青年花 这种做法 在白族自治州的一些农村 非常的流行 侦察员要去拜访白族的绣花能手 县妇联主任李寿英 他反复地研究了斜垫的针法和花纹 进一步判断 斜垫的图案是汉族妇女白族妇女做的 在附近的杨碧 尔海和祥云三个县比较多见 专案组立刻同这三个县的公安机关 取得联系 经过排查 杨碧县公安局的李连强同志说 当地有一个人名叫纪仲贤 男28岁 云南省宾川县人 1969年在大理州农机校毕业 下放到杨碧县农机厂工作 1978年11月 招入滇西纺织厂锅炉房当学徒工 今年的3月25号自动申请辞退 4月28号失踪 同时还有人反映 纪仲贤出走的时候就是穿的三眼皮鞋 扎花的鞋垫 衣着呢 也跟6号死者相似 侦察员通过调查发现 多次替李仲贤洗过衣服的恋爱对象 送鞋垫的原来的对象 做鞋垫的妇女 织毛衣的姐姐 以及纪仲贤宿舍的几个人都证实 现场的衣物就是纪仲贤失踪前穿的 同时 纪仲贤炸公交车使用的雷管 炸药和加大杀伤力的子弹和螺丝钉 螺丝帽也都查到了来源 工人郭某和罗某说 他们和纪仲贤曾经很多次一块去炸鱼 亲眼见过他手头有炸药和雷管 跟纪仲贤关系很好的复原军人李某说 他1976年春节从部队回家探亲的时候 送过纪仲贤20发自动步枪子弹 型号和现场找到的子弹相同 另外 现场和尸体当中的很多不规则的罗钉和罗帽 在纪仲贤工作过的农具厂有很多 而且呢 在他住过的寝室里发现了两个相同的罗帽 到这儿 纪仲贤就是成都公交车爆炸案凶手的证据链 已经形成了 这个案子呢 到这儿也就算是破了 也别说怎么判了 没法再判了 只能说怎么埋 咱们再来看看纪仲贤这个人 大家都反映啊 他平时沉默寡言 不太引人注目 也没有明显的劣迹 他为什么就突然在公交车上自爆呢 大家都想不明白 应了一句老话 拈人出豹子 不言不语的人呢 经常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来 纪仲贤失踪前一天呢 寄给他父亲一声诀别信 这里边也许能够说明点问题 这信上写 命运只有我自己才能掌握 任何人也无法包办代替 又说 我不需要家庭和社会上任何人的关心 今后也不能和你们任何人通信了 与家里断绝一切关系 我们家就当没有我这个人就行了 不要问我的事 也不要议论我的事 通过调查发现 纪仲贤在农村的时候 向往城市 到了城市呢 又嫌这工作太苦 工资太低 他就辞职不干了 同时这心里边就产生了怨念 你这招谁惹谁了 这种人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 只知道埋怨别人 不知道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人 自己过得不好 都是别人的原因 越想越委屈 狗熊钻烟筒 太难过了 谭云里边放屁 想不开 他就真想不开了 造成了十人死亡 二十多人受伤的惨剧 这种人受伤的惨剧 这种人受伤的惨剧